首相沐游丁早前宣布 因为工作的关系 而在不同州属分开居住的夫妻 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Grad Malaysia 或者到邻近的警局提出申请 跨州回家与老婆或者老公见面 那至于单身男女 如果近期要趁着佳节的到来 回乡一趟的话 政府会不会放宽管制呢 针对这一点 国防部长伊斯麦沙比里 今天在记者会上回应时 他首先是开了一个玩笑 他反问记者说 单身的他们到底在想念谁啊 接着呢 他就强调说 单身的民众如果要跨州回乡 探望父母的话 目前还是被禁止的 除非是获得当局所发出的批准信 部长表示 他明白一些离乡背景 在外工作的游子 会想念家乡的父母 但他希望这些游子 务必要多加忍耐 而他也保证 一旦情况允许的话 政府一定会再次放宽限制 那针对全国各地的清真 清真寺在今天起陆续解封 重新对外开放 让穆斯林进行祈祷活动 政府方面会不会派出执法人员 到场监督 清真寺里到底有没有在遵守 当局所列明的标准作业程序 部长在今天也做出了回应 随着全国多个州属的清真寺 从今天开始陆续开放 可以进行祈祷 国防部长伊斯迈沙比利表示 如果只有一到两个的 少数清真寺违反标准作业程序 政府将给予警告 或者派遣警员驻守监督 但要是有太多清真寺 同时违反了SOP的话 则不排除会撤回这项解封决定 政府放宽了穆斯林的宗教活动 是否意味着其他宗教的摩拜场所 接下来也将一并解封呢 部长今天在记者会上透露 政府已经委派国民团结部长哈利马 跟国内的五大宗教领导人 开会商讨这件事 我明白 我认为 政府封决定 政府封决定 他们在联系上 他们在联系上 在联系上 在联系上 或是 在联系上 在联系上 后来 我们会做出 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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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上